我們現在要上個東西叫做反應速率跟化學平衡 前面是一塊,後面是一塊 反應速率是一塊,化學平衡是一塊 先教反應速率 反應速率就是反應的快慢 反應的快慢 來 誰跑的快怎麼知道 跑100公尺是怎麼做的 大家都跑100公尺對不對 看誰時間 花的少 還有方法怎麼樣 花同樣時間 看誰跑得比較遠 OK 反應的快慢 所以我們的做法 可以在相同時間之內 生成物的生成量 或者是反應物的消耗量 或者到過了 要消耗一樣的反應物 或者產生一樣的生成物 看時間 所以就是單位時間之內 我們像人家講的單位時間之內 反應物的消耗量 或生成物的生成量 我們國中沒有牽涉任何形式的計算 所以我們不會真的去算 它的反應會有多快 我們只用看 看 看它反應快不快 所以我們就會挑 一個容易觀察的東西來觀察 然後看情況 這個實驗後面會教 瘤帶瘤酸納加鹽酸 會產生黃色的瘤沉澱 我就看 相同時間之內 誰的沉澱量多 或者是相同的沉澱量 誰花的時間比較短 就可以知道誰反應比較快 或者說我們前面交過的碳酸 像看人家蟹的時候會冒泡泡對不對 二小泡蛋 看誰冒泡泡比較快 就知道誰的反應比較快 所以國中都是用看 找一個容易觀察的去觀察 然後看它的反應的快慢 反應的快慢可以用一種碰撞懸說來解釋 碰撞懸說 王子碰到公子 從此過得幸福快樂的日子 王子碰到公子 王子要怎樣才會跟公子碰 過得幸福快樂的日子 這要碰到面 這要看得到人 碰到面 這個碰面必須是有Fu的碰面 不是那個沒有Fu的光吵架的碰面 所以要產碰撞學的就是說 東西如果要發生化學反應 必須直接有碰撞 而且是所謂的有效碰撞 必須所謂的有效碰撞 才會發生化學反應 才會發生化學反應 左邊一桶氫氣 右邊一桶氧氣 放在兩個桶子裡 一輩子也不會變成水 沒有糊在一起啊 王子沒有看見公主啊 不可能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啊 沒有 然後把氫氣跟氧氣灌在同一桶裡 室溫之下 它也不會變成水 能量不夠 要點個火 碰就變成水了 這中間有什麼活化你的問題 這個活中沒有膠 我們現在先不講 必要的時候跟你講一下就好 所以 這樣就沒有效 放在一起 可是氏溫碰在一起 沒有效的碰撞 一個碰撞是不是有效 跟兩個因素有關 第一個 能量 第二個 角度 位置 國中 基本上不考慮 角度位置的問題 只跟你談到能量要夠 但是呢 會有角度的關係 比如說 這個康鑫的動畫說明 以綠可樂者來看 身體的力量是動作 而且具備更重要的 才會發生反應喔 例如 一陽發展身體 與透漿身體 一 兩根塔接近 二 互相碰撞 三 原理是重新派對組合 產生氧化彈增值 與氧增值 但是有時後 如果碰撞的方向不累 也不被發生反應 碰撞時 兩個氧元塔接觸 不發生反應 一陽發展 與透漿 各不受得開 所以這就是跟你講說 碰撞是不是有效 跟什麼因素有關 一 能量 二 碰撞的角度 或者碰撞的位置有關 然後 根據這個碰撞學說 我們就會曉得一些因素 會跟我們的反應快慢有關 這些 我們通通會教 本性 接觸面積 濃度 壓力 溫度 催化器 它們都會影響到 我們的反應快慢 反應速率 我們等一下就要教這個 教這些 它們會影響 因為它們都會影響到我們的有效碰撞 簡單的就是說 如果有效碰撞的頻率越高 反應就會越快 碰撞是不是有效 跟兩個因素有關 一 碰撞的能量 二 碰撞的角度 碰撞的位置有關 就是 然後這些因素 都會影響到 有效碰撞的頻率 因此它們都會影響到 反應的快慢 就是 在這個部分 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OK